好 另外来看到花莲以农业立线为了提升在地农业发展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24号在县政府的大礼堂举办了提案学校创业工作坊的研讨会 县长许正位上任以来极为关切在地青年创业与县内产业发展 期盼透过不同创业职能的提升加速在地业者进入市场 并提高占有率与曝光度 让辛苦的努力转化成企业成长的动能 就老师这样用心的准备今天的课程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不管是自己家里的商品 自己家里的产品 或是你手边任何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能够去运用怎么去拍摄 那老师他今天教的是一个静态的课程摄影 那或许老师的专长其实也有动态的摄影 我们也会看看说大家的需求 跟大家想要的方向是什么 或许我们现在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 去安排或许的课程和方向 那今天有问题的话 请大家要随时提出 谢谢大家 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 先从农业处提案学校课程 本着在地业者需求规划 从企业竞争力 品牌力 包装美学 企划提案等面向 积极规划八场大师讲座 十五堂创业课程 六场次实作工作坊 两场沙龙聚会 务实地陪伴创业者 强化自身的核心价值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